这是一个碳针台可以测试到液氮的温区 所以一般来说做一些低温的器件的测试 特别是二维材料 这种非常维下都可以测试 一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把自己有限的时间 放在自己最感兴趣最擅长的地方 对我来说我还是希望聚焦在基础研究 因为我们总是聚焦在这个合成新的材料上 这个实际上新材料是一切东西的根本 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只能产生很小量的催化剂 比如课级就了不起来 但是你如果真正到真正的公司的应用 它可能是蹲级或者即使是万蹲级 在这种情况下在实验室是做不到的 最终还是要我们这个业界的朋友 把这个去思考去做大 学科的交叉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互相的交融综合性也好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学科的不断的发展 创新点总是在交叉的地方 人类的科学就会永远一直在向前发展 而且是无限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